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喝咖啡 有的至少每天喝一杯 记得原来老师讲过咖啡苦温的 对于喝咖啡老师有什么建议和注意事项 咖啡这东西它味儿苦温 但是你别忘它的气 是吧 咖啡的那个吸引你的是什么呀 咖啡那个气是我觉是闻到以后 我闻到很多就让人觉得就 不要讲任何理由就觉得很开心的气 一个是那个心仪的那个味道 再一个你们闻一下高粱姜的那个味道 高粱姜颜色是红的是吧 干燥的 它味道那个新温 但是它气是很香的 还有就是咖啡的煮咖啡那个味道 所以它提神是跟它那个气有关 他们老研究说有咖啡因什么的 他们老在讲吃到嘴里那个物质 咖啡这个事儿呢 最早你不知道中国人那个自卑感 让人割多少韭菜 最早在北京开业的那个美式快餐 是肯德基 在哪开的 什么王胡锦 前门 老北京人都知道 我天 那中国人去那吃一顿饭就跟出国似的 然后我既是88年还是87年 我妈 到北京来看我 然后可能我在实习还是上课 她拉着我妹妹去吃了可乐鸡 给我带回来可乐鸡 就是凉的啊 就那炸鸡排 吃着我 我身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 然后接着就在王胡锦开麦当劳 开麦当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 中国人那自卑感出不了国 80年代啊 就到那好像吃一顿麦当劳就觉得还跟出国一样 然后普遍反应就是吃不饱 因为我们原来往肚里面塞 为了满足饱的感觉 塞了很多低质量的食物 但是它那个就是蛋白质含量高 然后就是好像你营养是够了 但是没有满足那个饱腹的那个感觉 第三个洋快餐是毕生客 毕生客在哪开 东西门 东西门外 那吃一顿相当我的半个月工资 那是90年代了 然后它那个沙拉是免费的嘛 但是只许端一盘 结果一方就在那想出各种花样 怎么吃怎么弄这么大盘 哎呀我就觉得丢人丢死了 是吧 毕生客 后来我印象中毕生客 好像这几十年都没涨过价 就是我挣90块钱工资的时候 它是那个价钱 我现在挣几千几万块钱的时候 它还是那个价钱 所以在那最低端的洋快餐 都被人当成那个 就吃了以后都精神愉悦 喝咖啡也是这样 一喝咖啡就好像就装 然后咱们也喝大缸子茶的 那个心态喝咖啡 是吧 里面一个勺还拿勺 搅和搅还拿勺捆着喝 后来让人说 人家不是那个捆着喝的 那是搅搅那个牛奶和糖的 然后就那么一小杯 喝一下午 喝啥呢 喝的是时间 是吧 喝的是一个悠闲 咕嘟咕嘟喝 咖啡这个事也是个进化过程 然后中国人到台湾以后 是先喝茶 然后就开始喝红酒和咖啡 所以对红酒和咖啡 研究比较深的是台湾人 所以到台湾以后 去两次 洪云波老师都安排 请我们喝咖啡 真好喝 然后我现在住酒店吃早餐 我就跟那个服务生 我说要一杯黑咖 我就知道他饭店的水平 就是从他那个给你端上来 那咖啡那个质量 你就知道 咖啡也是个很金贵的东西 咖啡豆 咱们说闹点咖啡豆 咖啡豆也不好保存 是吧 也容易放快的 我说过咖啡豆是植物的种子 是吧 所以含着精气神的质量 比茶叶要高 所以咖啡这个事 我觉得也是个花钱的好渠道 家里吞点好的咖啡豆 然后现磨现煮 是吧 我觉得闻那个味就挺好 我说过慈禧太后 屋里老放水果 他不是为了 他闻那个味 所以咖啡的气 你们要好好注意 是吧 至于说喝咖啡提神 然后什么喝红牛提神 我告诉你 这都叫节则而鱼了 要靠那个续命的话 一天几杯 十几杯的喝咖啡 那就要小心了